泉州为什么能火 能火不是必然的吗 但我觉得还不够 泉州文旅快看我 我想了很多个主意 第一个呀 最近变装不是特别的火吗 如果咱文旅局长再带个头变个装 这不得更热一波 我给你们打个样 浪得几日是几日 还有啊 灰安女服饰和小娘惹服饰都非常有特色 求求了再多找几位女明星来宣传一波吧 最好是像赵丽颖这样温满大气 又充满正能量的明星 还能再火一波呢 很多人都说泉州有众神人间万事处之称 你们这个神仙文化得重点给它体现出来呀 你们的游神文化 作为一个歪敌人的我 看着都觉得非常的敬佩和壮观 甚至都很想参与一下 去抬一下嘞 你们的茶文化那么盛行 南英那么动听 都上过春晚呢 那结合一下 搞个南英茶馆 好让我们这些外地人 能够更好地体验泉州文化 你们的古剑之物保存得这么的完整 搞个穿越呀 来 我再给你们打个样 热度不是四手拧来 快点卷起来 你们值得更火 每天都身在乱要打药打买 享受着春的花开 潇洒 为感情繁琐 那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